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 随着生活的节奏加快,生活的压力,工作的压力一涌而来, 会使我们的精神崩溃,夜里失眠,多梦,睡不着觉, 做什么事情都力不从心的。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,能够很好的缓解失眠多梦的非常不错的一道养生事了方。 经常喝一喝,睡眠质量提高了,一觉睡到天亮,夜里也不起夜了。 对于那些精神焦虑的,心情烦躁的,夜里睡不着药的都有很好的效果。 我们先来准备一颗苹果。 苹果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,同时具有很好的药用价值, 可以减轻疲劳,辅助降低血压,促进消化,增质助力,增质助长,美容助盐, 咸酒,称得上是一种药食两用的加果。 苹果含有甲丰富,可影响集体的甲级代谢, 具有减轻疲劳的作用的。 苹果中的甲还可以与体内过量的钠粒子交换, 促使其排除体外,使血管壁的张力降低,血压下降的。 苹果可中和胃酸,有促进胆质分泌,增强胆质酸的功能, 对消化不良,腹部胀满有一定的助消化的作用, 特别对脾胃虚弱引起的消化不良有很好的作用。 苹果含有较多的新元素, 儿童摄入新部族会严重的影响智力还有记忆力的。 多吃一些苹果,可以保证新的摄入, 有益于智力还有记忆力的增长和开发。 并且苹果中的胡萝卜素, 被人体吸收后可转化为维生素A的, 促进人体的生长发育。 苹果中含有柔酸、有基酸、 果胶和纤维等物质。 牵凉者有收敛的效果, 后者能吸收细菌还有毒素, 从而达到了止蟹之功效。 苹果中的纤维可以使大便松软, 有基酸成分刺激肠道平滑肌的蠕动, 均可促进排便。 苹果对轻度腹泻有很好的止蟹效果的。 而且如果是便秘的, 都可以吃一些苹果。 苹果含有维生素C, 能够促进胆固醇的转化, 降低血液中胆固醇的干油酸质的含量, 能够起到养性的作用。 苹果中含有美, 可使皮肤红润有光泽, 加上丰富的胡萝卜素, 多种维生素和铁质。 经常吃苹果, 既能够营养皮肤, 还能够去除黄鹤斑, 蝴蝶斑。 苹果对于失眠多梦特别的友好, 经常失眠多梦, 心烦的, 焦虑的, 都可以吃一些苹果能够还好的缓解。 再准备百合。 百合中的蛋白质, 氨基酸多糖, 能够提高人体的免力。 百合里面含有一种物质, 叫做百合肝, 能够起到镇静催眠的功效。 每天睡前喝上一碗百合汤, 能够起到明显的改善睡眠质量的作用, 同时能够预防和治疗多梅的增壮大。 百合含有丰富的秋水鲜碱, 迅速减轻炎症, 有效的止痛, 对通风发作的急性关节炎有很好的辅助作用。 鲜的百合还有粘液质, 具有润躁清热的作用。 中医用之, 润肺润渴, 治疗可操都很好的。 百合入心境, 性微寒, 能够清心除烦, 宁心安神, 用于病后, 余热未消, 神思恍惚, 心情抑郁, 喜悲伤愈等等的病症。 百合洁白胶焦艳, 含有维生素, 对皮肤细胞有兴趣代谢的作用。 经常吃百合, 就能够助睡眠, 还能够滋养我们的皮肤, 使皮肤红润有光泽, 特别的好看的。 百合准备20克就可以了。 我们加入水, 抓拌抓拌, 把百合清洗干净。 百合里面有一些杂质灰尘, 我们吃之前多淘凉遍, 洗干净。 莲子, 微干, 含有比较丰富的蛋白质, 碳水化合物, 维生素和钙, 铁, 心等微量元素, 含有很多溶性的多糖含类物质, 以及生物碱和超氧化物质, 其花酶等成分, 属于药汁良用的食材, 药用, 平时食用都是很好的。 莲子能够清热降火, 特别对于新火旺的人来说, 吃一点莲子能够有效的降新火, 清新安神。 莲子中含有多种维生素, 微量元素, 具有很好的调节情感, 放松情绪的作用。 经常吃莲子, 能够有效的镇静安神, 促进入睡, 提高睡眠质量。 莲子中含有大量的微量元素, 特别是甲元素相对比较多。 甲离子能够有效的维持心脏的功能, 参与体内的新陈代谢, 降低周老年中风的风险, 并且能够扩张外周血管, 有效的帮助降低血压打。 莲子中含有氧化黄芯树凝碱, 能够有效的抑制鼻癌, 子宫癌, 肺癌等等。 患有此理的疾病人群, 能够通过吃莲子粥, 喝莲子羹来帮助自补身体, 抵抗矮细胞对人体的伤害打。 莲子有利于精度的形成, 提高男性生育能力, 莲子中所含的磷式细胞和蛋白的主要成分, 可以帮助机体进行正常的代谢, 有效的维持酸碱平衡, 促进精度的形成的。 无论是莲子泡水还是直接煮汤, 都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。 莲子准备20克就可以了, 我们抓干净。 莲子芯可以不用去, 莲子芯需要去除的, 莲芯比较苦, 但莲芯去除之后不要丢掉的, 我们可以留起来泡水喝, 能够清热除饭, 还是很不错的, 也比较适合春夏天使用的。 再准备一把荷桃, 我们把荷桃洗干净。 荷桃是有助于睡眠的, 荷桃为胡桃科, 胡桃属于植物的种子, 含有蛋白质, 糖类, 钙, 铁, 呼噜不素, 核黄素, 维生素B2, 维生素E, 荷桃中含有的维生素E, 褪黑色素的营养成分,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, 结合体内的自由基, 氧离子, 缩短入睡的时间, 延长睡眠的时间长, 这样能够提高睡眠的质量。 吃荷桃是有助于睡眠的, 并且荷桃中有优质的蛋白质, 能够为机体补充营养。 日常生活中我们要多吃荷桃的, 切营养又补盖又能够促进入睡。 荷桃不需要太多啦, 准备30克就可以。 我们把准备好的食材倒入锅里面, 倒入清水, 中小火焖煮20分钟。 时间到了已经焖煮好了, 食材比较软烂就可以啦。 不需要放糖, 直接关火。 这样做好的苹果红枣汤, 具有很好的促进睡眠, 提高睡眠的作用啦。 经时压力比较大, 夜里睡不着觉, 经常失眠多梦啦。 这道汤一定要收藏起来试一试, 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, 要是通缘的食材。 柯桃, 能够柯桃见脑抑制, 补充睡眠的质量。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, 有空试一试吧。 点开我头像, 可以看到更多的精彩视频。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,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, 转发给身边需要的朋友们吧。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。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